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哪吒 我跟你是 我姐 我 我告诉你们呢 今天我 武嘉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得跟我讲啊 宝贝哪吒 我知道你在 我 好了 你们两个 都能给我撞过来 你们两个今天是怎么了 吃错样了是吗 老是把他这喇召出来给谁看的 我 我告诉你们哦 如果你们再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我就翻脸了哦 哪吒 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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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吒 还是你说吧 哦 那你说吧 哪吒 你功夫高 还是你说吧 哪吒 你平时比较滑稽 还是你说吧 哪吒 你是小孩这事你好说啊 哪吒 你是大人还是你说吧 哪吒 大人没法说这事 你说吧 哪吒 小孩也没法说啊 哪吒 你 你能耐比我强 你说吧 哪吒 我也说不清楚 还是你说吧 哪吒 我 我想来想去都想不出 你说 哪吒 我想来想去都想不出 哪吒 你还有小妹呢 你说吧 哪吒 你还有两个哥哥呢 你说 我拉我拉 哪吒 我告诉你哦 如果你现在不说的话 今天晚上哪吒没有饭吃 哪吒 如果你现在不说的话 哪吒 哪吒 你们两个自己看着办 看谁说 你不说我没饭吃 我不说你没饭吃 这 这 还是说吧 师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就是 是这样的呢 对 对啊 就是这样的 你们两个意思是说 二公子 他性命垂危了 对不对啊 嗯 那你们两个还比我来比我去 比比比比比比 比了个半天 累不累啊你们俩 谁一样 不对哦 五金 你的意思是说 二公子被妖精害得性命垂危 我相公他追了出去 对啊 师叔母 所以我才担心 不知道师叔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哎呀 我这个傻相公哎 为什么老是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呢 哎呦 哎呦 我也都急死了 哎呦 保佑保佑我相公 这怎么办呢 保佑我相公平安无事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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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公啊大欺根好人呢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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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 你要知道 我现在听不到 张敌 相公 我好想你啊 妈 哎呦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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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了 还好雷阵子来得及时 要不然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雷阵子 雷阵子来了 对 哎呦 师叔母 好久不见 哎呦 雷阵子啊 哎呦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救了我的相公啊 哎呦 谢谢啊 师叔母 你不用这么客气 反正现在我也回来了 以后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妖怪 再欺负你们 哎呦 小公子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就算你不在 我也可以打退那些妖怪 保护师叔母他们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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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哎 哎 你们俩就不懂什么叫 家和万事兴吗 啊 我好歹按辈分来说 也是你们的 师兄 嗯 所以啊 你俩就听我一句劝 别吵了啊 哼 你们两个都很厉害 都是自己人 干嘛窝里逗啊 说完了没有啊 好了够了 雷震子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呢 对了师叔 那我二哥现在人在何处 二公子在哪里啊 他在房间里啊 哦 那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二哥 二公子 二公子 师叔 让我来试试 好 啊 啊 怎么这么久了 他还是没有醒过来的 师叔 我二哥 体内有很重的寒冰之毒 而且 他又受了很重的内伤 所以恢复起来会比较慢 哎呀哪吒 这都怪你啊 你干嘛把二公子 打成这个样子啊 我 啊 这 当时二公子那情况 你也看见了 我如果不打他 他会把我们都杀了的 他 可是那你也不能 下那么重的手啊你 我当时根本就 没这么下手 好了 无极师兄 你就不要怪哪吒了 我还记得我们俩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把哪吒留下来 他要用钱宽圈 把我当妖怪打呢 哎 小公子啊 你不能火上浇油的啊 好了 你们都别吵了 当前二公子 需要的是休息 我们先回去吧 哪吒 你留在这儿 好好照顾二公子 哦 他醒来的时候 赶紧来通知我们 诺 走吧 走 赫兰今天躲在屋子里面 又不肯出来了 而且他身受重伤 会不会像上次一样 会不会像上次一样 在里面打滚 不行 我要进去看看 赫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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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我怎么能让高大哥看到这一切 不行 我一定要加班下去 高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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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谁 我 你在说什么呀高大哥 我是赫兰啊 可是我为什么刚才看到 有一颗金色的珠子 飘在那边呢 金珠 哪里有金珠啊 难道是有妖怪吗 我好怕啊高大哥 赫兰 没关系 只要有我在 任何人都伤害不了你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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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那个小雷啊 嗯 之前一直有一个问题 没问你 想问一下 欸 你这个 哪儿做的啊 这么有心啊 人齐 人都无理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师叔 没关系的 其实啊 我之前的长相 变得这么如此 哦 哈哈 哎呀 我说他小雷啊 你家里有没有跟这个 有没有心机关系啊 师母 你这也太夸张了 他明明长了人一样 怎么可能跟 有关系啊 武吉 昭帝都别闹了 你让雷震子自己说吧 师叔 事情是这个样子 当年在我很小的时候 不小心偷吃了两颗金龙果 瞬间我就变成了成人之躯 后来有一天 师父发现博二山附近 有神物掉落 就派我去查看 当我来到博二山的时候 轩云剑正好从山里飞了出来 原来是轩云剑 封印的风雷二怪 他们想要我的血 帮他们解除封印 在挣扎的过程中 我不小心把风雷二怪吸收到了体内 后来我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原来你是把风雷二鬼给吸收了 正是因为这样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啊 我才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而且还有金刚不坏之体 那之前的轩云剑呢 也变成了手中的风雷棍 孩子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 你竟然成长这么多了 师叔 师叔 二公子 他醒了 真的 二哥 二公子 你醒了 觉得怎么样 小弟 你们来了 二哥 你好一点了没有 还好 刚才小公子拿了丹药 把你救回来了 小弟 谢谢你 二哥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对了 师叔 我二哥体内的寒毒 既然和你体内的寒毒是一样的 莫非你们两个都是被那只猫精所伤 我只知道 他如今一直在府里 但是 不知道他具体的行踪呢 我知道 你知道 丞相 你可知是谁将我打伤的吗 是谁啊 赫兰姑娘 是赫兰姑娘 赫兰姑娘 二公子 该不会是说赫兰姑娘她 她是个妖怪吧 妖怪 妖怪 武姬 你干吗呀 别紧张 二公子 你确定赫兰姑娘 就是伤害你跟师叔的妖怪 我只记得 她来我的房间 将我打伤 后来的事情 我都记不得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只有想办法试探她一下 嗯 咻 咻 老老 来来来 快走 快走 哎呀 快走啊 走走走 快快快 快走啊 哎呀 走 走走走 哎呀 哎呀 快走快走 怎么会有鱼的味道 这怎么会有鱼呢 真好吃 雷震子 你这个方法还真管用啊 这么容易就把这个妖怪给抓住了 因为我知道它是一只猫精 而猫喜欢吃鱼 这是它的天性 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单纯的小姑娘 没想到你竟然欺骗我对你的同情心 这会儿你这个妖怪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诶 植树木啊 你说错了 它也不是狐狸 它是一只爱偷吃鱼的猫精 对对对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偷心的猫 怎么着 被抓着了吧 活该 你们快放我出去 不然我要你们好看 好看啊 你这个死妖怪都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还在这里嚣张啊 知道什么呀 跑啊 出来啊 出来啊 出来出来出来 出来出来 我告诉你 你赶快出来 我师母还有我和哪吒 都准备和你大战一百回合 来来来来 来 你们 出来啊 出来啊出来出来啊 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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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出来出来 不要 啊 她真的可以出来的啊 啊 唉呦 夏公啊 你怎么不早说啊你 唉呦 唉呦 我是应该称呼你赫兰姑娘的 还是猫精啊 江思雅 想不到你zinho如此卑鄙的手段 快放我出去 我当然可以放你出去 只要你马上 献出你的原刑 我自然会让你走 不行 我只要现在献出原刑 将子牙一定会 想尽办法将我收服的 这样一来 我就不能替小姐报仇了 将子牙 你别骗我了 我是不会上当的 那你快说 你为什么附在 贺兰姑娘的身体里 对啊 什么附身不附身的 我就是贺兰 我来到这里 就是要杀你报仇的 好 既然你执迷不悟的话 我也不便多说了 三昧正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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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子牙 你好狠啊 你竟然有三昧正火烧我 你快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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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子牙 你快 part 我出去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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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德哥 高德哥 救我 江子洋 你们对贺兰做什么 快放开她 高将军啊 来来来来 高将军啊 你别扣进她 她是个妖怪啊 小心点啊 来来来 你胡说什么 贺兰怎么会是妖怪人 高将军 你有所不知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贺兰姑娘 已经不是过去的贺兰姑娘了 她现在只不过是一只猫精 贺兰 我求求你们 快把贺兰放了吧 江丘相 快把贺兰放了 高德哥 快救我 师父 小丘女 你 快把贺兰放了 要不然 我让她死 上公 上公 你救救我 师父 你快想想办法 这怎么办哪 对啊 赫兰 赫兰 江丽阳 快把赫兰放了 高将军 高将军啊 你小心点啊 这这这这这 万一你不小心失了手 我可是不会丑生的 高将军 你有所不知 其实事情是 这话少说 我不听 江丽阳 我的最后问你一句 你到底是放了 还是不放了 小狗小狗啊 你一定要救我啊 我感觉当得到 都已经砍到我了 我觉得我的血 突然泪出来了 好了 赵哥 你师父 师父怎么了 师父 你要不要紧啊 你们说嘞 小狗啊 你差点 再也见不到 你的美娇鸟了 好了 别哭了 快来 高将军 我相信贺兰姑娘 可能已经死了 现在附在贺兰姑娘 身体里的 是毛巾 江子雅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听的 只要有我在一天 你们任何人 休想上贺兰姑娘 一根寒毛 高将军 师叔 我们就这样 放他们走吗 是啊 师叔 现在放他走的话 他以后还会出来 害人呢 对 刚才的事情 你们又不是没有看见 高将军 对贺兰姑娘 痴心一片 要是刚才 再往前一步的话 恐怕会发生 这些不可预计的后果 既然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也只能静观其变了 哎呀 现在希望 我做的决定是没错的 Italians Soon 岸omer 我先劲就不苹ened了 关锁츠 雀 这江子雅的三昧真火确实厉害 我已经死了两次 又重生了 高大哥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 可见高大哥对贺兰小姐用情置身 不过可惜贺兰小姐已经死了 今后就让我代替贺兰小姐 好好报答服侍这高道道道大哥吧 贺兰 你醒了 小心 好点了吗 嗯 来 快点扶下他 这是 这是南伯侯非常珍贵的创伤药 你快扶下吧 高大哥 这是南伯侯给你一杯不食之需的 现在你把药给我 那 好 贺兰 这个药 本来就是要给有需要的人用的 现在你需要的 快扶下吧 听话 扶下吧 谢谢高大哥 嗯 谢谢高大哥 跟我客气是吧 贺兰 我 高大哥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你老实告诉我 你老实告诉我 江子牙他说的 是不是真的 高大哥 高大哥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自从贺城一别之后 我发现什么都变了 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也说不上来 可是我觉得 从那以后 你判若两人 难道 高大哥也认为我是妖怪 我 我 现在竟然连高大哥也认为我是妖怪 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贺兰 贺兰 你别这样 既然你认为我是妖怪 你可以拔剑杀我呀 贺兰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原谅我这一次 好吗 那 高大哥不再认为我是妖怪了 不会 在我心里面 你永远 都是我喜欢的那个贺兰 高大哥 贺兰 你爹 看到你别提有多高兴了 是啊 师叔 我爹让我从此以后追随着师叔 还请师叔多多栽培 你爹呢是希望你能好好地磨练自己 学得一手好本领 将来可以成为他的左右手 陪他一起领军讨伐地心 放心吧 师叔 我一定跟你好好学 好 师叔 你的伤 没事 没什么大碍 上公 师叔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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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对了 二公子他的情况怎么样 二公子啊 他在房间休息呢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啊 我师叔母特别交代给五极哥 要他十二个时辰 不间断地照顾极公子 嗯 好 这我就可以放心了 可是如今 二公子他体内的毒还未除 之前我又受了几次寒冰之气 现在我的法力 无法完全施展出来 天书上写着 我必须找到仙草 才能把这寒冰之气去除 仙草 师叔 您告诉我 这仙草在哪儿 我现在踩着我的烽火轮 马上就给你找回来 她是我的宝贝哪吒孝顺呢 好 为了我相公的健康 为了我的幸福 我跟你一起去 好 一起去 那就有劳两位了 不客气 要找到仙草 必须往西走 仙草就在水火之间 这 师叔啊 你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呢 天书上就是这么记载 我也没有办法给你解释 那 就这么一点线索 我们要上哪儿去找仙草啊 不用怕 宝贝能炸 既然天书要我们往生 往西 往西 我们就往西一直一直怎么走 肯定能找到 对不对 嗯 天色都已经这么晚了 我们赶快出发吧 好 师叔啊 那我跟师叔母先走了 嗯 相公 那我们先走咯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仙草的 哦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呀 走了又不是不回来 只要你小心一点就好了 哪吒 好好照顾你师叔母 嗯 走了啊 走了师叔 走 走了小公子 小心啊 不好了 师父 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了 不好了 何事那么慌张啊 二公子他 他 你快给我来啊 走 二公子 二哥 快把二公子服气 好 二哥 五弟师兄 我二哥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跟我进来还好好的 现在怎么成这样了 二哥 二哥 你冷静一点 师叔 我二哥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样子 因为那寒冰之毒 已经入侵他的脑部 所以他才会丧失了心神 啊 师父 您的意思是 二公子没救了 啊 也不是 我们赶紧把他的寒冰之毒 尽快逼出体外 要不然情况就不乐观了 师叔 莫非我刚才为二哥服下的丹药 并不管用吗 不是你丹药的问题 只是 他现在中毒太深了 师父 这可怎么办呢 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无极 嗯 你赶紧把二公子送到昆仑山里 与虚公去 啊 师父 您让我带着二公子去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呀 因为如今只有我的师父 原始天尊才能救他 师父 路途那么遥远 况且师祖他也不认识我呀 这 好了 原始天尊 洞悉一切 什么事情他都知道的 你就不用担心了 这 无极师兄 这一切就拜托你了 这 好 师父 那我们现在就启程 好 我送你们一程 但愿 我二哥可以早日康复吧 好 小狗 来 比 小狗 你看你小小的 还挺能吃的嘛 不过也好 吃得多伤好得快 那么想跑啊 好 那我带你出去玩 走 小狗 还能吃到 小狗 小狗 别看这有三条腿还蛮灵活的嘛 自从你到了我这啊 我变得更开心了 更快乐了 不早了 还不睡觉啊 睡觉了啊 你也睡吧 乖 来 来 睡觉 恩公 当日我被那恶人砍去一条左壁 所有的功力都集中在那条左壁上被夺走了 如果不是你救我 我肯定就保释王爷了 我虽然是一只狼精 可我也懂得知恩图报 我跟在恩公的身旁也很幸福 很快乐 恩公 你放心 我一定一直追随你 保护你 老夫要是能把这款柴火卖光了 今天小虎就有白米饭吃了 啊 owym 米饭 妖怪 妖怪 雷儿 以后你可得跟丞相好好地学习 知道吗 娘 你就放心吧 我会好好学的 报 启禀侯爷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情 近几日许多西齐百姓无缘无故被杀 什么 那你可知道 是什么人杀害的 这 这小的就不知道了 不过他们身上都有抓痕 抓痕 侯爷 难道说这行凶者不是人 是个动物 这 师叔 莫非是那只猫精所为 你先下去吧 诺 丞相 难道你知道是何物所为吗 启禀侯爷 这事 应该跟我最近在调查的猫精有关系 猫精 师叔 这件事情实在不能再拖下去 以我之见 我还是去除掉那只妖孽好了 既然他还执迷不悟 我们就替天行道 高大哥 你这是做什么啊 赫兰 这些天西齐死了很多人 是不是你杀的 你 高大哥 你既然相信我不是妖怪 为什么又说我杀人呢 如果不是你杀了你嘴角的血子 从哪儿来的 高大哥 高大哥 这是我刚才吃野果的时候 不小心弄伤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冤枉我 赫兰 我也希望我冤枉了 可是刚才我跟在你后面的时候 你一下子不见了人影 之后有一个猫精在吃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 高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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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杀人啊 高大哥 高将军 他就是猫精 你们来做什么 我绝不会让你们伤害赫兰的 高将军 我跟你说 他已经不是你所认识的赫兰 他是个四处杀人的猫精 江子牙 你杀了我家所有的人 你现在唯一的目的 就是杀我灭口 墨精 你不要喊险犯人 我江子牙顶天立地 我做过的事 一定会承认 赫府 没有一个人是我杀的 我想这凶手一定是另有杀人 而你 你一直在滥杀无辜 今天我非收了你不可 你 你们一定搞错了 贺兰他不是妖精 高和 既然你处处维护着这只妖精 我今天饶你不得 高大哥 高大哥 高和 高和受死吧 你太过分了 高将军 先起来吧 我说她是猫精没错了吗 我刚才要雷阵子里去试探她一下 这只猫精 原形并露 赫兰 别打了 пов业 敬服 第一伤害敬兰 这是巫孤的 高大哥 高大哥 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了 赫兰 你要是告诉我 真的赫兰在那里 其实赫兰小姐呢 早就已经死在赫城里了 什么 赫兰她已经死了 你快告诉我 快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别激动高大哥 我告诉你 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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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我不但要杀了你爹 我还要杀了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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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已经用贺兰小姐的身体 来到西齐 是要杀江子牙的 可是我不认为 江泽的心就是凶手 我不管 反正小姐交代过我 我就是拼了命 也要杀了她 高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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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哥你怎么了 我不行了 高大哥 高大哥 室里寒灯 红楼灯火阑身 小风彩月 思念醒了一半 沉重最落月 树起最荒鸟 而花千树而你还未还 三月烟花 只剩缘影孤梵 主播飘淡 大眼独自来返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